第一关键 行政院长陈建仁一早笑容满面 看得出好心情 与南投补选 蔡培会险胜林明珍 仿佛给民进党注入强心珍 蔡培会立委深耕南投 在南投得到了民众的支持 一定会在立法院对我有很好的咨询 也会为南投乡亲带来更好的建设 期待两人国会殿堂交锋 而蔡总统脸书也特地发文 选举是为了要选出可以照顾大家的人 蔡培会这一站传结报 背后关键还有赖清德 蔡主席他的估票很准 他说在1%左右 我之前有开过刀 所以这段时间坦白讲 不应该有那么密集的行动 所以我只能想救急复发这样子 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跟尊重 赖副总统赖主席 尽管身体不适 当主席赖清德还是要来 整个二月赖清德到南投拉台蔡培会 就高达30场 商人党魁后针对黑金学伦等争议议题 也祭出改革政策 让支持者有感回笼 揣出超过四成投票率 但尽管首战突围 想借此放眼2024仍有难关 毕竟这回是赖清德下令 子弟兵副民署长黄建嘉 进驻南投 但各方整合更关键 尽快确定提名人选 让民进党处于备战状态 才能更快整合 团结党内 迎向2024的胜利 去年九合一选举后 令营连三败陷入低谷 如今到南投补选 止疊回升 要继续向前 恐怕唯一解方 还是团结 分享各地的安住宿之音 也请绕绕 太别棒了